小新一家教松板老师摆摊卖东西 结果松板老师心一横 这天因为买了一件连衣裙的松板老师 彻底穷得没饭吃了 只好来摆摊卖掉没用的东西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一转头竟然是小新一家 美牙好奇你也是来摆摊的吗 松板老师只能强装镇定地表示 自己是来处理家里没用东西的 毕竟我的美貌总被男人送礼物 而小新一家一副我懂的表情 松板老师好奇你们一家卖东西是为了什么 美牙说这不是月底了吗 而在这里摆摊的 卖什么东西都有 问的人也数不胜数 可松板老师这却无人问津 这时小新走了过来 问你卖的都是啥呀 在街上发送拿到的面纸 松板老师立马表示 自己这还是有正常东西在卖的 但为什么你们家生意那么好 于是松板老师决定去请教一下 广志说能不能卖出东西 首先就要东西摆放整齐 要把震摊之宝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一旁的小新一听就明白了 立马从包包里翻出了一个DVD摆上前 美牙没想到他还藏了这种货 于是抢了过来 然后 这是一个老头走了过来 广志立马地上年年有余 美牙连忙告诉松板老师 还要这样招呼顾客 这是一个女孩看上了减肥DVD 学到绝学的松板老师 重新整理了摊位上的东西 这时背后声音传来 兴奋地转头一看 竟然是吉永老师夫妇 吉永老师拿起摊位上的盘子 吉永老师生气地拉着老公走了 就在这时又来了个帅哥 而一边的松板老师已经 口水口水 拜托 人家才没有流什么口水呢 紧接着 真漂亮 哎呀 讨厌 帅哥连忙说你误会了 指着雅琳问是不是全新的 松板立马展示起来 都是和我手上拿的东西样心 帅哥接着问有没有别的推荐一下 松板老师抓住机会就介绍起自己 说现在他很划算 结果下一秒 我不买了 但这天气真的有点冷 看看钱盒 还是颗粒无收 这时卖得差不多的小新一家 问松板生意怎么样 激动的松板问为什么我什么也卖不掉 这时广志看出了问题 你的价格太高了 这样的价格谁买呀 可这都是名牌呀 名牌也是二手货 随后美牙帮他标了个价格 看到了吧 这就是效果 于是松板老师心意横 这时天空下起了雪 广志和美牙连忙回去收东西 围观的人也走了 小心一家吃上了中华美食 不料广志刚入嘴就被烫进了浴室 他们到底吃的什么呢 这天出门回家的小新一家 遇到了刚刚从某团订购鸡肉火锅的大婶 广志一看就知道大婶又要扯闲聊 于是抱起小新就说我们回家看动感超人 小新回家发现爸爸是个骗子 动感超人都没开始 这时美牙拿着传单兴奋的跑了回来 听说鸡肉火锅超级好吃 就问广志要不要也订一份 不是应该很贵吧 广志打开一看4600元确实划算 美牙催着广志快点 可广志手一滑 你看还有更便宜的 广志觉得味道应该比便宜更重要 这时美牙发现全网排行第一的鸡肉火锅 却是另一家 而他家卖的最好的竟然是这个内脏火锅 接着美牙又看到了8500元的松感牛寿喜烧也很棒 如果是那个价位 还不如订这个螃蟹火锅呢 这时小新突然发现动感超人已经开始播了 而今天的坏人是小龙包怪人 接着一个滚烫的小龙包飞到了动感超人的嘴里 小新好奇问爸爸小龙包是什么 就像尖角还有烧卖的亲戚 广志问儿子是要吃小龙包吗 小新连忙说不是 是动感超人被小龙包给烫嘴了 为了不浪费食物 动感超人一口吞下 不料又飞来了一个 就在这危机时刻秘密团购来了秘密武器 一个大勺子和一双筷子来到 接着用勺子接住了飞来的小龙包 然后用筷子戳破外皮 广志看到这一幕突然好想吃小龙包 小新口水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随后吃饱喝足的动感超人变强了 然后一招就击败了怪人 美牙看了看小龙包2800元 广志就要订这个 这时小新发来动感光波 广志配合地往后依靠 你害我按到订购按钮了 就这样几天后小龙包来了 这个量是怎么回事 我们应该订一箱的 但是不小心那时候按到十箱 随后三十个小龙包端上桌 一家人一人一个放进嘴里 都觉得好烫 这时广志被烫得吐了出来 紧接着 小龙包很好吃对吧 奔三的尚伟老师 竟然在公园里和正男约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放学回家的正男 失落中带点难过 妈妈好奇儿子是被嘲笑是胆小饭团 随后便看到书包上的信 打开一看原来幼志园要远足了 扑着扑到妈妈怀里说远足坐车上时 每个小朋友都要唱歌 而他的歌声犹如杀猪 妈妈连忙安慰不要当心 好好练一定能成为周杰伦一样的歌神的 可正男一点也不相信妈妈的鬼话 独自跑到公园失落地荡起了鞦韆 这时路过的尚伟老师看到了正男 得知正男难过的原因 便在旁边安慰他 而这一幕刚好被四小志看到 总觉得好像装进什么不该看的事情呢 脑洞大开的妮妮嗅到了他们热练的味道 不寻常的味道 随后几人跟着他们来到了一家卡拉OK 而尚伟老师开了个小包间 让正男在这里好好练 接着正男便翻起了歌单 而尚伟老师为了不浪费时间 自己先来一首 此时尚伟一首歌吼完 就问正男选好歌了没 可这上面没一首他会的 随后一转头 他们这才知道一切只是个美丽的错误 封建安慰正男这不是什么大事 唱得难听就难听吗 反正大家都是知道的 这时尚伟老师就想听听封建的歌吼 封建不谦虚地唱了起来 而一边的小星却看起了一个单子 随后就呼叫前台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一盘美食 呃呃是是谁是谁点了这么多 就这样尚伟老师被小心载了一顿 几人边唱边吃 就在这时正男终于找到了一首会唱的歌 突然包厢里的电话响起 包厢时间已经到了 正男终究是没有唱出来 尚伟老师只好安慰他晚上洗澡的时候练吧 晚上正男便直接练了起来 就这样几天后 大家开始了远足 在车上轮流唱歌 眼看一个个地唱完了自己拿手的歌 接着老师将话筒递给了正男 就在正男开口时 大家全都看向了外面的车子 大家给我唱啦